保全 有拿刀子 他就走掉 就這一點比較詭異 就好像一直抱著他的背包 就我被砍了以後 然後我就抓著刀 我想要搶 但我搶不掉 就喊後面的人來幫我 長髮哥回憶當下一度無助 愛到後馬上呼救 幸好有一整車的無名英雄 紛紛跳出 就有一個魚船先生 他一直以為我是嫌犯 他就一直拿魚船戳 然後我有跟他講一次以後 然後他後來還是繼續戳我 我跟他講了兩次 但我覺得他有想要幫忙 我覺得有心意很好 他戳我其實也不太痛 我當下來只是覺得蠻好笑的 有男子持雨傘揮擊 雖然戳錯人 但也因此轉移了嫌犯注意力 讓嫌犯暫停動作 長髮哥藉此拉開距離 保住一命 還有名美國籍女子加入反擊陣容 一把抓住嫌犯耳朵狂捏助攻 被說傷害性不高 侮辱性極強 另有名工程師 奪到黨在人群前壓制犯嫌 共十位英雄 可以終身免費搭乘終結 沒有這些人算出來 其實今天不只這樣子而已 可能會傷亡更多人 但我們要有工具 不是徒手去跟他拼 受傷的還有一名17歲高中生 請假搭捷運要找朋友 車內騷動 他一時沒反應過來 第一個中刀 又肩又凶又傷臂都受傷 鎖骨骨折 肋骨也斷裂 幸好已從加護病房轉進普通病房 血染車廂實在恐怖 記者楊瀟旺山SN小組 台中 採訪報導